他們來到台上 歌手負責簽名 債作公司導演 負責將你們的公司牌貼在照片下面的位置 好嗎? OK 準備好了 是不是? 我們就請抽了 一起吧 是不是同組的? 是呀 為什麼這麼害羞? 是不是很緊張? 作為第一隊 不要看了 因為看不到 我會為你宣布你抽出的歌手團隊 或者組合是哪一個 他們就是 WOW 風行唱片遊行公司的 歐順熙 心情非常緊張 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我早就知道會配對 但是因為有22個組合 都不知道會配到哪一隊的導演 當然每一隊都有他們的實力 我也很相信他們會 將我最好的一面 可以在電影裡表現出來 但是也很緊張 誰知道第一個就是我 唉 不過也是很開心的 為什麼呢? 看到那群導演 全部都是很年輕 很有活力 我想這次這一套的微電影 會有不錯的一個故事 構思和內容 我想因為 首先我是演員 不是編劇 我還不知道導演會怎麼想 當然我們會 唱片公司會給了歌 他是我的歌 希望圍繞著我歌裡面的歌曲 去創作一個故事 但是最終是怎樣呢? 真的等他們去量度 但是我當然就 怎樣也好 都會有我的歌 會出現在電影裡面 是的 其實 我出了幾首都是單曲 原創的就是神天俠女 接下來的第二首都會錄 準備的了 我希望圍繞這兩首歌去做 當然支持我的 這首歌裡面的歌曲 都可以用 但是看到時 真的看導演 他們怎樣想 怎樣決定構思 所有的東西是怎樣 我們交給他們 是的 期待 因為真的沒有合作過 第一次 其實如果導演 我之前和吳浩然 導演合作過 也有很多火花 但是不同的導演 有不同的 他們裡面的一些 他們內涵 他們想的東西又不同 所以我是很雀躍 希望有更多更多的火花 撞出來 是的 Danny 莫白俊翰 Leslie的《物品向上游》 是的 變了其實有很多歌 都應該可以適用到 如果 那個戲裡面是對的話 是的 是的 其實我主力的方向 都不是發燒的 其實我第一支碟裡面 是有 劉雲谷 有 Acapella 都有一些是比較發燒的歌 但是其實剛剛推出 《神挑》 就不是發燒歌 不過這次就會用了 其實那些歌裡面 就不是用CD 是用了一個卡片型的USB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的歌迷都說 我沒有CD機 有沒有辦法 我可以隨時聽到 那我公司構思了 封衡我的經理人 就說 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用一個USB 就用這個方法 接下來會怎樣 再出第二首歌 用什麼的形式 現在都在想著 看看有沒有一些生命 有些動作也不緊張的 對 有些動作也不緊張的 對 有些動作也不緊張的 對 再來 歐順希擅長演唱國月流行歌曲 演出經驗是非常之豐富的 大家記得看著鏡頭拍照 不要遮住鏡頭 沒錯 一陣換張合照 我們的第一隊組合已經誕生了 近年歐順希 憑著她獨特抒情風格演繹的唱片 Believe 和新歌 神挑合女 恭喜我們第一隊抽出的組合 恭喜你們 好